去年圣诞节前夕,英国皇家动物协会发布了一条令人动容的短片,视频中一名男子把车开到街道的路边,把狗狗的窝扔到路旁,便扬沉而去。 此刻还在路边尿尿的狗狗,决然没有想到主人会抛弃自己,就奋力地去追车。而这一视频发布网络后迅速走红,美国一名新提议给这纸牛头梗重新找一个家后,竟然引发数万人报名收养它。现在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狗狗的新家吧。 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雪花新闻这纸牛头梗有了一个新的名字,叫斯普诺。 他的新主人是一名50多岁的农村庄园主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幸,那就是庄园主斯华尔去年11月的时候痛失爱犬,而牛头梗斯普诺痛失主人,想必这也是机缘吧。 他们在千万人数选择了在一起,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雪花新闻牛头梗斯普诺也是明星一般的狗狗了。 他的故事被数千万人知晓,更是数万人愿意收养它,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狗狗当时举动所感染。 当主人关上车门后,狗狗一直趴在车窗上,似乎提示着主人它的存在,而且还在车前跳来跳去。 主人显得是看到它的,不过它深情的挽留还是毫无用处,狠心的主人还是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。 不过狗狗还是没有放弃,一直追着车狂跑。 这一幕让千万人巧心不已,围着指忠诚的狗狗感动难过。 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 雪花新闻庄园主斯夸尔当时正在看电视,当看到报道狗狗的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它的遭遇令人痛心,但它是一只非常棒的狗狗。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狗狗非常忠诚,便联系的英国皇家动物协会。 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 雪花新闻斯夸尔表示道,狗狗到家后便快速地适合了家里的环境,甚至就感觉着就是为它而准备。 一进屋就跳到了沙发上,而且它也非常喜欢躺在那里,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累到了,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 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 雪花新闻失去主人的经历依然让牛头耿斯普诺有些忧郁,不过它很快就接纳了新主人。 它很爱玩,也很勇敢,如果不是知道它凄惨的经历,平常的时候在它身上看不出来它曾是一只被遗弃的流浪狗。 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 雪花新闻不过让人依然痛心的是,牛头耿斯普诺到新家后最怕的就是汽车,不愿意靠近,更不愿意搭车。 想必这也是因为它被前主人遗弃有关吧?在它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抹去的伤,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 雪花新闻现在牛头耿每天都在装远主斯夸尔腻在一起,睡觉也不分开。斯夸尔更是懂得它脆弱的内心,因为被遗弃过,也显得会更敏感,与主人稍有分开就容易产生分离焦虑。 斯夸尔坚定地说道,我会陪伴它一一去克服心灵上留下的伤,让它得到最棒的爱汉照顾。 小编有话说,这只千万人愿意收养的狗狗真是太忠诚了,在新主人的照顾下,一定会走出一切的阴影的。 你们觉得呢?狗狗被主人遗弃后奋力追车,为什么有数万网友愿意收养它? 雪花新闻谢谢长得这么美的你来看我的文章。 点赞是一种鼓励,转发是一种传递,喜欢的话也可以点一下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落,不喜欢的评论区可以尽情吐槽啦。 原创作品,票窃必救助,内容真实性已确认,素材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作者删除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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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